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牛通常撑群出沫 狮子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发动进攻 他需要先寻找水牛群中 较为落单的水牛 再来进攻 水牛们正在迁徙 路过河流 穿越平原 前往新的领地 这也是狮子们进攻的最好时机 它们的目标 狮子最终倒在了沙子之上 现在的它累得已经睁不开双眼 狮子在野外与豪猪相遇 豪猪这种动物的背部长满了尖刺 这些尖刺可以长达20多厘米 也是它防御的力气 这些刺可以轻松地刺穿狮子的皮肤 所以狮子面对这种动物 它的攻击毫无优势 而豪猪也不慌不忙地留在原地 狮子的不断挑衅 对于豪猪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在面对一群狮子的共同围攻之下 豪猪不慌不忙 跑到了人们的公路上 在这里周围都是汽车 豪猪可以顺利地逃脱 而在公路的另一端 猎豹发现了豪猪 它不断地用爪子拍打着豪猪 在豪猪面前 猎豹的速度优势完全展现不出来 而猎豹这样的攻击 对于豪猪没有任何的作用 犀牛在野外与人类的汽车相撞 犀牛这种动物异常的暴躁 成年的犀牛体长可以达到3米 重量呢 重达3吨左右 这种动物别看它 体型庞大 但是它的奔跑速度并不慢 而且头顶的触角最长的可以达到30厘米 它在野外 袭击人类的小汽车和吉普车 人类的车在它面前 不堪一击 瞬间就被它所摧毁 它猛地向后虚拎 接着撞击 这样的冲击力 人们可想而知 是十分可怕的 虽然它是一种施草动物 但是它的攻击性还是非常强的 人们只能上树 躲避它的袭击 开车经过它的身旁 都需要异常的小心 手有不慎 就会被撞翻 小犀牛还是十分活泼好动的 犀牛呢 通常成群除沫 它们对人类的一切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心 这个触角的方内程度 可想而知 可以轻松地刺客人类的灵牌 所以犀牛在野外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 同时它的表皮也是非常厚 像一层盔甲一样 两只犀牛 共同地打斗 有时是为了玩耍 有时是为了争夺领力 但这样的战斗 通常 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双方实力相当 只是比拼力量而已 这样的庞然大物战斗 使得周围的封城都扬了起来 与同伴的战斗十分的激烈 双方难分胜负 从土地打到水中 犀牛也是一种十分喜爱在水中沐浴的动物 这些大泥巴可以有效地阻挡太阳的炎热和防止动物的攻击 河马进入到水池之中 狮子在它的身后围随 狮子这种动物 虽然被称为草原霸主 但是有许多它难以攻击的动物 像是这只犀牛 犀牛的冲击力最多可以达到五吨 这个头顶的触角 锋利程度大家可想而知 最长的触角可以达到三十厘米 这样长的触角 要是扎进狮子的肚皮之中 结果可想而知 这也是狮子为什么害怕犀牛的原因之一 看到犀牛 狮子们立即起身 选择逃跑 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余地 像是勇往之前的水牛 水牛的触角已经扎进了狮子的腋下 狮子 前腿已经伸出鲜血 长颈鹿也是已知陆地上体长最为高大的动物 成年长颈鹿体长可以达到七米 相当于人类的两层楼 这样的高度 狮子根本无法击杀 它只能转头去寻找斑马 斑马体型较为瘦小 狮子狮子狮猎的首选目标 在狮子与同伴的共同帮助之下 斑马最终被攻击 狮子进攻为了幼崽获取食物 斑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60千米每条 相比较于狮子的爆发力是要低撞人鞋的 所以狮子的狮猎也算是较为轻松 狮子攻击猴主身上被扎满了尖刺 这样的疼痛让狮子记忆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不带感召热这样的动物 猴主也因为自己背部长满了尖刺 是自己有力的防御武器 狮子只能在泥潭之中舔食着水来进食 缓解着身上的伤痛